当你搬入租住物业后,我们都会一直在这段时间为你服务 协助你解决物业保养或维修相关问题 但有些情况也不需要找到我们 根据你租约的协议,所有租户都有义务成为好租客 简单地处理一些维修或维护 所以在以下的连结里,我们就提供了一些物业保养的资料 在你入住的期间,如果出现一些简单的问题 譬如说电灯弹坏了,水龙头流水,或者可能渠失了 这样都需要先做一些评估 大家同意了,就先开工维修 在评估问题的时候,我们都需要一些照片或影片 你可以在我们网上的表格提交 除此之外,我们都会在网页里面有一些相关物业保养的连结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更多的资料 例如各种类型天花射灯的更换方法 怎样可以去通渠 甚至在漏水的时候,你怎样可以关掉水制等等 我们经验丰富的物业经理 就为了大家准备一些常见的问题或解决方法 让大家快速解决问题 如果有一些维修问题需要我们的承办商实地上门才能解决 我们就会根据协议去指派不同的承办商跟你联络 再安排上门 到时记得要看看有没有电子邮件 短讯或者未接内电 当维修完成,我们需要一些相片和影片去确认员工 之后会根据之前谈好了到底是业主还是各厦负责当中的费用 好了,在这里记得看看下面的连结 可以看看各种物业保养的有用资讯